1. 美妙 1. 美妙 2. 美妙 2. 美妙 2. 美妙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姐姐放假 但是, 因為3號風球 所以, 今天不用上花輪母班 所以, 我就變相多了少少時間 所以, 拍片和大家聊聊天化妝 第一件事, 很多人都會問 其實, 如何化妝前應該塗些什麼 怎樣才可以貼上妝 或者, 妝貼一點 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買這一類型化妝棉 就算這種已經是日本出 和比較漂亮一點 都是15元一盒 然後, 再配合你的爽膚水 如果英文的話, 就叫Toner 或者是Moisturizer 之後, 就將這個綿綿 倒入水 讓它濕透 之後, 就黏在臉上 敷多久呢? 如果是趕時間的話 其實3至5分鐘都足夠了 你時間許可的話 就大約10分鐘 這樣就更加吸收了 燈可能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好一點? OK 好, 已經敷完 大約3至5分鐘 雖然這裡不一定可以很清楚 但是, 大家可以看看 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效果更明顯 直接那些毛孔會好像收細了 這個方法我是很推薦給大家的 而這些敷了的臉片 就不要浪費 另外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再敷一下頸 順便說一下我的近況 我現在就準備去哪裡呢? 我就要上班了 今天是星期六來的 通常我這些星期六日 就要去處理婚禮的事情 我今天就要準備化妝出門口 一會兒就有婚禮 我要做私儀 以及整個統籌的角色 就是我去處理 所以我就要見人 化妝 一至五通常我會去哪裡呢? 一至五我要處理小朋友 回學放學 日常工作 例如她不是婚禮 但我也要看場地 做些書籍 設計的東西 回去清潔 以及要做直播 這就是我日常生活 今天化妝 我就會用這個做底妝 其實它也是一個 類似器剪 但它是可以按一下 粉底液就會出來 我平時很少用TOK 我喜歡用掃或手 剛才敷完麵片之後 還有少少的精華 和護膚粉在上面 所以有一種微微濕潤的感覺 很容易上妝 我也是在重點位置 你加了粉底液之後 也是跟正常的做法一樣 用粉底掃或粉撲 推開它就可以了 很快便會做完底妝 剛才我特別會放了 粉底液在眼圈 或者面中央的地方 然後我們才向外延展 不用整塊面 每一個地方都放滿粉底液 因為慢慢掃過去的時候 其實都會去覆蓋了不同的位置 所以其實星期一至日 都很忙 都很希望可以 分禮這一部份的工作 其實應該如無意外 來到二四年的年底 正式叫做光榮完結 到時可能星期六日 未必會那麼忙 但是有時候時間多了的時候 然後人就是這樣 尤其是在薄殺時期 可能會再找其他東西 去填充這些 好像有空 又可以做多些東西的空間 所以之後是怎樣呢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都很喜歡接受挑戰 和都很喜歡網絡 雖然有時太忙的時候 又會覺得很累 又很想休息 覺得很沒自己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一切都有價值 所以在咬牙關 還有今年 暑假之後 小朋友又升小學 升班 應該有很多新的東西要去處理 所以我都很期待 那我就繼續用這個 用一個遮瑕掃 點一點 這些不一定要是遮瑕掃的 例如我現在手上 這個其實本身是塗唇膏的唇掃 我一定會遮瑕掃的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瑕疵 遮瑕掃之後 整個臉的感覺 你會覺得是乾淨和清透很多 那便完成了 其他位置 例如有些斑 或者是一些比較明顯的地方 你便逐處地 輕輕地遮瑕就可以了 記得不要太大力 之後我們就可以上粉底 即是乾粉 我今天會用這個 Chanel的粉餅 是這樣的 這個的遮瑕力也很高 但不算太空油 不過這個在街上 補妝也問題不大 我想最近介紹一件 是我自己很喜歡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大家有集體回憶 就是最近Netflix 播放《Sex and the City》 即是《色慾都市》 我現在就是一個 三十多四十歲的女人 終於我成長到 和主角 是他們劇中的設定年紀 就差不多了 我第一次接觸這套電視劇 就是以前在明珠台播放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我是中學生 你知道吧 我們也是比較傳統的華人社會 家庭底下長大 在我那個年代 其實說這些 兩性關係 甚至是一些性的東西 都是很忌諱的 所以那時候第一次中學的時候 在家庭底下看到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震撼的 因為這套劇如果大家看過的話 都會看到有很多床上的畫面 還有它說的一些想法 幾個主角裡面的一些價值觀 以及對世界的看法 在那個年代 以至現在的年代 都是很多反思 以及很創新的 你知道吧 尤其是女性 女性 有時候對自己的一個 價值觀 世界觀 以及自己的事業 家庭 的追求 其實是經常會令人有很多 有趣的反思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劇 是很特別 很值得看 而且在不同的年代 年紀看 也都會有一些不同的體會 例如中學的時候看 就會覺得 很尷尬 很厲害 他想的東西很前衛 又或者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會開始看他們拍拖的時候的想法 再來 可能就會留意一下 他的服裝 穿衣 生活態度 去吃的東西 原來放工去喝東西 不是好像 我這樣很悶 放工的時候 回家 找個商場去街 買東西 就算了 是覺得五光十色很特別 到了我自己現在 到了現在的年紀 看到他裡面有很多的雜數 很多的內容篇幅 其實都是講一個三十幾歲 四十歲的女人 她對婚姻的看法 的憧憬 對自己是否一個單身的時候 她對自己有沒有一些不安全感 還是 是一個非常愉快 自在的狀態 在事業上的追求 如果跟另一半 例如是一位男士來的時候 當她的事業 節省到很高的話 會不會 亦都會有一個 在裡面 這些全部都是很適合 不同年紀 和不同處境的人去看 這部電視劇裡面 就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首先如果比較主角 亦都是很多東西 會有她的內心世界 和她的角度去發出的 就是Carrie Carrie Branshaw 就是一個作家 這個角色 亦都當時對我 年紀輕一些的我 影響頗大 因為做作家 用蘋果電腦 和她的生活 其實在劇集裡面 演繹得很自由自在 很有空 而且是可以很忠誠地 向自己交代 這個當然是 很多人都會喜歡她的角色 但是當慢慢長大的時候 你會看到她有很多矛盾 和婆媽的性格的時候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說起 以前都很喜歡她 然後再看回的時候 就發覺她都很麻煩 這個就是不同人 有不同的觀感 另外一個就是 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 我最喜歡是Mirenda Mirenda她是一個律師 她是一個很有高學歷 亦都可以滿足很多 自己的生活質素的女性 她是一個短頭髮的造型 無論在她很多的說話 生活態度 你都會見到她是一個 比較剛強的人 但是在硬朗的背後 你都會見到她有很多 對自己的懷疑 和想反省 做得更好的地方 例如她會想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工作 其實會不會受到自己的性別影響呢 當她選擇另一半的時候 是否一定要選一個 給她自己強好的人呢 她單身又是否值得一件可恥的事呢 所以Mirenda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角色 第三個說 應該是最多粉絲 她就是Samantha Samantha她的形象角色非常鮮明 她是一個很亮麗的外表 四個女主角當中 她是年紀稍長的一位 所以她在很多的生活細節裡面 都會見到她是很灑脫 非常之有自己的主見 以及不太理會其他人 怎樣想法 那為什麼她的角色這麼突出呢 就是這套電視劇 叫做Sex and the City 她簡直是由頭帶到尾 因為她是比較對自己的身體自主 歡愉或者性的方面 她是會有一個很特別的角度 她是不介意你怎樣看 她會盡情享受自己想去做到 達到的一個境界 但是Samantha也有一個很柔情軟弱的一面 因為這套劇其實也挺長壽 後來也有電影版等等 你會見到比較後期 她會出現了一些她真的喜歡 和想長遠發展一個男女朋友 甚至是夫妻關係的伴侶 你會見到她在那裡的掙扎 後來也有患病 怎樣去看自己的人生 和和另一半的關係 怎樣在工作上、生活上 友情和愛情之間也取得平衡 對自己慢慢老許這件事去妥協 是一個非常之特別的情境 有很多人其實都是比較喜歡電視劇 多於是後來出現的兩集電影版 但是在電影版裡面 Samantha的角色和她的情節 是很值得看 和是令人印象很深刻 四個人裡面 比較少聽朋友說喜歡 和談論度相對比較低的 其實就是Charlotte Charlotte是一個 四個人裡面 我相信她應該是個年紀角色 設定是比較年輕的 其他三個應該是較早前 已經認識Charlotte 是比較後來才進入她們圈子 其實很多的場口 你都會見到Charlotte 好像和其餘三位的女士 感覺是比較格格不入一點 我先介紹一下她背景 她是在一個藝術行業裡面工作 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是做一些畫廊的經理 所以接觸很多是上流社會的人 當然她也是受過一些正規的高等教育 她對美的追求和對鑑賞的程度 都是有一定的水準 無論她接觸的人質素當然是高 她也有鑑賞的能力 所以她對伴侶的要求就很高 尤其是在電視劇頭的三季 你都會見到她選擇伴侶 是要一個直接去到完美的狀態 而她的終極目標是追求婚姻 婚姻是她的目標 因為有三位主角 有些其實是憧憬結婚的 有些是憧憬單身 享受人生 享受有不同的伴侶在身邊 躺躺轉 但Shawla就不是 她是要一個忠誠 和童話式的婚姻 是她的目標 正正是因為她整件事這麼完美 其實看上去是有點離地 而且她的性格也有少少傻傻的感覺 為什麼會有那種傻傻呢 就是因為離地 所以有很多事都是不真實的 例如她能夠遇到的男士 可以這麼頻密地遇到完美的男士 其實也是很奇怪 或者是她因為一些很少的原因 而放棄她的很好的伴侶 她也是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地方 但到大了之後 反而我本人就沒有那麼強棄她 就有少少很羨慕 而且如果人生能夠重來一次 就像她這樣嚴謹地去選擇人生 每一步就實在太聰明了 太有智慧了 不過她就是這一份謹慎 其實都反而令她錯過了很多事情 就是這些這樣的 塞落 可以得可以塞中間的一個對比 和很多的落差在裡面 令到我覺得人生的選擇 非常之有趣 這部電視劇大致上就是圍繞這四位主角的生活 友情 在最多的部分篇幅 當然就是男女之間的關係 也是一個很有趣 很有意思的電視劇 雖然她已經是在 九十年代末 千禧年代的時候開始 但現在看起來也不過時 不過可能是東方和西方文化的差異 可能有些她們選擇 或者她們眼中覺得好的東西 可能我們會覺得 蛤?這樣是英俊嗎?這樣是好嗎? 但這就是一個有趣和學習的地方 我有一個兒子 有一個女兒 我的女兒是大女兒 當然有很多人 其實都有一個感受 就是自己的女兒 作為一個媽媽的觀點 我經常覺得女兒和自己很相似 而且有時候很忍不住 很希望她可以做到一些 我年輕或者我那個年紀 當時有些忍恨或者做不到的事 如果她能夠可以安排給她 讓她可以走一個 我心裡面認為好的道路 那就實在太完美了 但正正有時候就是 一些的祭遇 或者是看一套電視劇 她自己都有很多的警醒和提示 其實她自己有她的人生路向 無論安排得多完美 例如像Charlotte 想著滴水不漏 但最後也有很多 你不能夠預計的事情發生 又或者你好像Samantha 那麼隨遇而安 那麼有自己的想法 想著已經可以選定一個 可以很不羈放縱的旅途 但是偏偏有一些好的東西 又會在你面前降臨 讓你可以安排 或者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做一些適當的決定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很有價值 還有自己去想法 尋思的機會 所以我也很享受 有時可以在一些有時間的日子 可以看一些自己喜歡的電視劇 或者作品 雖然她是有一個很豐富的娛樂性 但是就是在一個 只有自己的空間裡面 也有很多可以讓自己思考的時間 我經常都想在一些YouTube的影片裡面 好像一個人生的記錄和時間錦囊一樣 那現在媽媽就在一個三十尾 就來四十歲的時間裡面 人生階段裡面 女兒來現在的年紀很小 要年尾才正式入小學 可能媽媽跟你在你青春期的時候 即十幾歲的時候 會有很多未必價值觀相同 我們的想法未必可以有這麼多一樣的時間 但是希望我到時 都是一個能夠耐心聆聽你的媽媽 亦都在想告訴未來的你 其實媽媽真的很愛你 和很願意去聽和幫助你 如果到時媽媽很無耐性 或者和你的衝突很多 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還有有些什麼 請你可以放心告訴我 就算我做得不好 但是我會很努力去做你人生最好的朋友 妝其實我化得七七八八 很快就完成了 那我日常的妝 為何我都今天不說太多呢 因為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有很多朋友想我再拍一些化妝的影片 我自己在這裏 真的覺得大家很避免 因為市面上真的有很多 例如化妝技巧的高超 真的本身是化妝師 又或者他年輕貌美 無論化什麼 都說造型令人眼前一亮 但是我已經是一個 唉 又不至於連華老去的 但是對生活 已經是覺得很疲憊的人 那我化的妝 亦都以見人 和應付工作為主 雖然我都扮靚 貪靚 但是我已經不會去到 很多變化的時候了 所以我來來去去的妝都是這樣 亦都沒有什麼 看的價值 你看到我亦都最近停了拍化妝的影片 不過最主要就是沒有時間 在這裏也很感謝 有這樣的請求的朋友的支持 我相信你們都是看情意結的了 那 講回最近的近況 很忙 除了家裏的事情 亦都最主要就是做直播 最近我們的直播 你都會見到我們已經找到自己的風格 雖然我們都會講一些時事 八卦比較新知的事情 那我的能力 或者我的長處 我慢慢越來越體會到 我就不是做一些 哇 真的非快地 例如上午就出了這篇新聞 然後一兩個小時後 我就做到一個很詳盡的專題 那這個你要我做都可以的 但是我由於時間的所限 還有我的擅長的地方 亦都未完完全全在這裏 雖然我做事我自民都快的 都追求速度的 但是我更加享受 就是做一些長久戰的專題 然後可能不斷地深入去找資料 看一些比較複雜的文件 那我在這裏也都找到我自己當中的樂趣 在這個過程中 昨晚在直播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有點嚇倒了 哎呀 會被人控告 那當然 放心 這次也非常之幸運 幸運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都體會到自己 衝動的性格 已經是被年輕的時候有所修煉 令到自己沒有那麼容易陷入危險當中 所以我都是要讚賞我自己的 第二就是我身邊 這個是最重要的 真的太多去愛護我 和幫助我的人 不論是網友 良師益友 那大家都是 見到很多的愛和保護 包容在裏面 令到我做事可以 很輕鬆 和好像很無後顧之憂 亦都有很多支持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是我現在的一些 報導的對象 其實呢 那當然會令到人不太開心 很正常 我自己都經歷過這個情況 那被人去談論 被人去調查 那其實我心裏面當然是不舒服的 就是 我都是好人 我都不會說 時時分秒秒秒 都是做壞人的 我都有對我自己家很負責任的時候 我都有對我自己家很負責任的時候 我都有對我伴侶很好 很體貼的時候 你以為我對所有人都是 一出生就是壞蛋嗎 那我想呢 多多少少有這種感受都是正常的 不過我現在做一些 就是有些公共性的內容 所以就 就是 那小不免呢 就要去聯絡很多不同的人 那 而對象呢 就 在他的直播裡面就說 我呢 就應該是妨礙司法公正 那我始終呢 都是一個 一個未正式讀相關認知 專業領域的人 那所以聽到呢 其實心呢 都是很驚慌的 亦都是很不知所措的 那 亦都昨天有很多網友很關心我 DM我啊 Facebook我啊 IG我啊 去問 這個情況怎樣啊 甚至WhatsApp我 如果危險就不要做啦 都很擔心你啊 不希望你在這些位置那裏 無緣無故平白地受傷啊 那我心裡面是很感動 還有很多謝大家對我的 關心 那這裏昨天直播呢 就是一個很開心 和很 歡樂的 即是 語氣下去 講這件事啦 那今天就講一下自己心裡面的感受 其實我昨天呢 真的都很害怕 我很擔心 因為我自己都有家庭的負擔壓力的嘛 那 而且我也都不只有我自己一個的嘛 那 再者就算我是一個 沒有任何 家庭或者是負擔的人 那我想 正常 普普通通一個 人 都不希望 去 惹上這些麻煩 所以我心裡面其實都很忐忌的 但我又不想嚇壞大家 我亦都不想因為這樣呢 而去耽誤了做一些 就是 好一點的事啊 或者是 耽誤了自己的工作 是吧 不可以因為這樣 然後整個人就停頓 劈了在這裏 那這樣嘛 那變了我就 都要去頂硬上 但是很好 我們就找到一些 很好的意見 和可靠的資料 令到知道 哦 原來解開了這個謎團 那這裏也都講解一下 關於妨礙司法公正 真的不講的不知道 聽就聽得多了 原來呢 只是適用於 在一些刑事的案件的情況裏 那 那昨天那個直播 都有講了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例如 可能 有少少年紀的人 都會聽過的 就是有一些 明星呢 是不是試過一些交通意外 然後有頂包的事件出現呢 那這個呢 就是很典型的妨礙司法公正 那首先呢 就是一些交通意外 又涉及人命傷亡 那就是一些刑事的情況來的 那當然 就要有人去負責任 那結果呢 在那件案件裏 該宗的案件 就最後呢 為了保護那位 即是當紅的明星呢 就 用另一位先生呢 去頂替 那這一個呢 就是非常之典型的妨礙司法公正 令到那個事情的真相 和公義 不能彰顯 而其他一些 例如騷擾證人的事情 例如 他都是牽涉一些比較嚴重的案件 或者是一些刑事的案件 那 為了呢 去阻止 對方的一個證人去上庭 或者出庭作證呢 而對他作出滋擾 甚至是不能夠 令到他呢 不能夠可以順利去上庭提供 如果有資訊和證據的話呢 那這些都是妨礙司法公正 那這個情況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就是 想找一些訪問的資訊 那我就很 榮幸 可以得到一個 的電話 就是一個 當中 一個其中一個 人士的一個聯絡方式 那我就馬上去WhatsApp 那我就想 Clarify 一個Statement 就是一百萬聖數令這件事 那大家聽到聖數令呢 首先聖數令的意思 就已經是得到了一個 最後的判決的了 那已經是判了的了 那也都意味著 整個法律的部分 其實已經是完成了 那第二呢 就是它是一個 民事的案件來的 民事呢 它是一個 今次不糾紛的一個 情景裡面 那所以它就不是一個 刑事的情況 那而同時呢 我聯絡 嘗試聯絡之後呢 對方其實是 沒有去答覆我的 那在幾件事 就去告訴大家 那我就很幸運了 就沒有牽涉到這個 的阻礙司法公正了 那所以這一件事呢 也都引申了 令我知道其實去讀書 豐富自己 增值自己 那不一定說真的 去讀一個學位的 那但是 什麼時候去學一些 新的東西呢 都是對的 都是值得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體會 還有在這裡 令到大家呢 都擔心了 好多謝大家的 就是珍惜 那我是會 未來呢 更加謹慎的 上去就可以的了 就不需要再塗膠水 它那個黏膠已經是 貼了在那個 的摺毛那個框上面的了 所以你只要一 撕出來 直接貼上去 那就可以了 那你要配合 什麼工具呢 那你就可以買這些 這些細細的 扁扁尖的鉗 那當然要小心使用 因為它都會是 比較 比較尖一點的 那你當然 就是這樣 夾它出來 對了 大家看到嗎 就會在一個 鉗子裡面 這樣 你就會夾住了 那個摺毛 那比較近金步的地方 就是你下鉗的地方 也不要黏到膠水位 之後 你就可以貼上去 那無論你貼在那個 那個摺毛的 裡面 還是在上面 即是外面的地方 都是可以的 那最後我今天會用這個 一個唇膏的 因為有時候 上班和做C2 我想有一個 比較成熟一點的感覺 就不想塗一些 太過誇張的唇膏 那這個是Chanel 那我選的那個 顏色 就是一個比較 Matte色 即是不是閃亮亮的那種 還有它是 自然一點的顏色 是唇膏 偏向有一點點淺啡色 這樣 走向你的顏色 是一樣的 跟你自己的唇色其實差不多 但是當然 它比較均勻 有亮澤感覺 還有 有神采一點 有血色一點 怎麼都會讓自己本身的唇色 是來得紅用的 沒有技巧 完成 炸頭髮 最後分享了香水 我都很簡單 炸一條馬尾味 我一向就喜歡用 Jo Malone 和Chanel的香水 但最近就迷上了這個 就是Deeptic Deeptic的香水 這個是我和我老公一起用的 因為它的味道 比較中性 我進去的時候 其實想問它有沒有一些比較 木香味的味 但是問了很多種都不太適合 最後就介紹了這個給我 嘩 它是一個很自然 而且它有幾 當然是香水 會有幾段 它首先 就會有一個比較 清新的 像一個 樹林 果味 比較明顯一點 去到中間 就會有一些木香味 嘩 男女都適用 而且它的味道 我感覺都頗持久 有時候 男士 尤其是用一些香水 很容易 就會選了一些 那個味道 會比較濃烈 因為它可能想 例如 汗味比較多 或者是想令到 氣味明顯 持久 但是 就會變得 有時候 都會濃烈 但是這個 很清新 很舒服 有時候混和了自己本身 人體裡面 身體那種味道 都不會覺得很尷尬 很奇怪 很奇怪 今天這條片就講到這裡了 我現在又要準備 去看一看小朋友 然後就要上班了 希望你今天也會過得好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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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